你這樣搞的 我應該六日先補一下 沒有我覺得你這個禮拜如果你們是要看娛樂的 或者是你想要看其實這個禮拜幾乎沒有存娛樂片 都是屬於巨星型的 但是如果你要講那個娛樂性高的話 我自己目前看過 極地追擊我是推的 極地追擊好看 明天我已經打上我 schedule 明天就是買完票之後就趕快去看 極地追擊算是屬於那種冷硬偵探片 當然你如果還不想要看 還覺得這樣子太太硬了 那你可以看追龍 好了這是我目前看三部 因為其實應該還有別的但是我沒有 因為我那個時候這四片看 沒有看沒有看到其他的片 所以我沒有辦法評論其他的電影 這樣 以上本周新片 OK 沒有啦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明天中午十二點半開始 在幹嘛 高雄電影節開始搶跳 對 高雄電影節有什麼願 很多我貼那個連結給你 等一下喔 因為他這個他這個就線上版 然後就其實還不錯 線上版 他就是線上這個可以直接翻頁這樣 然後就裡面原本 挑一挑要看的片 有二十幾部 這樣塞一塞就是包含撞片的 然後取捨內心拔龜之下 就是只能只能選出十七部 OK 而且中間就是有的長片跟短片卡在一起 就是高雄電影節 可是他是 應該每天放的電影都不一樣 對 對 十月二十號開始 十月二十號開始 可是明天還沒有十月二十號啊 明天先搶票啊 明天是明天是去買票的時間 預售票 對 在一個月前先買票這樣 對對對 然後那其實台北 就台北那個什麼 光點也有 也有那個部分 因為像我們 高雄電影節是主打短片 就是在十月三號到五號 他也有在那個 光點華山電影院 會有波音這樣 其實就很推套短片 尤其這一次那個什麼 星光手印短片特別企劃 那個伊莎貝與貝 對 他的 他有跟一個 華裔的法國導演合作 對 然後拍他短片這樣 裡面 像裡面這次我就有抓幾個目標 像那個什麼 這一次 這次我就是刻意要避開開幕跟逼幕 然後就是想要 想要搶那個什麼 那個 東京夜空最深藍 然後還有非普通犯罪 因為東京夜空最深藍主要是因為有 那個持鬆重量 嗯嗯 然後那個非普通犯罪是因為他這次我們有做一個 專題是有個藍西莫的 就是那個 非普通教育還有那個 單身動物園這個導演的專題 然後就是有他的新片 那勝路之死 然後之後可能會上映 但是想說能夠影展先看就先看 對吧 嗯嗯嗯 裡面還有很多耶 像這一次 像每一次就是熊影一定會看的那個 短片單元就是 東京短片 就是日本東京短片的單元 因為每一年他們都會選到那個 就是質量很不錯的 嗯對 然後像這次 剛才翻到那個什麼 那個長短調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像那個大佛 還有大佛plus 他就有做一個對照 他裡面就有那個去 去做 去做那種長片短片對應的 然後可以讓影迷去看看 哦變成長片之前他是什麼樣子 嗯嗯 還蠻有趣的 所以這是做很多 熊影熊影已經幾年了 熊影 熊影好像 從二零 二零零四零五這一邊 所以至少至少有超過十年 哦 看起來很成熟了 看起來很成熟 嗯 以前算蠻成熟 只是只是就是 就是某些重點場次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 嗯 南部這一邊要做上來 因為他主要是 主打 國際短片嘛 所以變成說 他 他其他的 東西的資源 整合 像他今年 今年好不容易 就是轉法人化之後 然後用一用 可以有比較多 獨立自主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會辦得比過往好 而且 贊助跟廣告也比 歷年的還要多 像這一次還有那個VR VR的那個電影的體驗 然後買一張體驗圈可以看五部這樣子 平均一部就五到十分鐘的片子 嗯 因為他們這邊有講說 他們這次 有些導演就是有拍過 我們高雄企劃的一些導演 然後把他們找回來來拍VR的概念片 然後發現拍攝的概念什麼的 完全就不一樣 然後什麼運算的邏輯啊 等等的建構都不一樣 因為比方講你一部片子 你在360度的環狀視角 你每分每秒在變是整個環境一起變 所以你可以用不同觀點去看這個東西 會變得說 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 多視角 你可以一部片 你可以看五遍都行 嗯 你會有不同的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 天啊 這一次根本就是要讓人家敗家了 這樣算一算 就是自己要花花快三千塊 就我覺得 就是 你在這邊幫他宣傳沒有那個 呵呵呵呵 沒有 因為自己本來就很想看 他非常義務性的在幫高雄那個什麼 幫熊影做宣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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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你知道對這種家鄉的認同 而且這樣 這一次這樣用我就覺得 還蠻不錯的 因為終於選到了一個比較大的藝術電影院 MLD台語戲院這樣 而且裡面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那種焦點導演的片子 還有那種不太容易看到的 看土耳其這種的片子 還有那種 加拿大伯格大的 還有北韓的片子 哪看得到啊 對啊 真的啊 說實來話真的片上真的不會敢買這種片子啊 而且有的是 因為其實因為電影 不管台北電影節 然後高雄電影節 或金馬銀展 他放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都是片上沒買的片 所以應該是說 你有的時候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你在台灣很難看到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電影其實是從就是那種老片重放 像現在這一次裡面你看到的是 有看到教父啊 然後有看到那個艾蜜莉影響世界啊 黑電狂想曲這些東西啊 那那個其實是跟你講那些東西都影展常客啊 知道 每過幾年然後這波影展 然後又再重放一次之類的 但是 五年或十年 到一個週年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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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幾乎幾乎是年年都有很多那個老片重放 但是 那也是屬於一種 一種儀式吧 就是你那些電影其實是老片 但是這些老片其實你已經失去了在大螢幕看的機會 所以一旦突然間有在大螢幕上可以就是他還是找一個機會讓你在大螢幕上可以看到他這樣 這個其實 我最近看鬼終結者二其實就有這種感覺 就那是一種儀式啊 就你找就你當然都知道那部片是什麼樣子啊 但是看電影其實有的時候不是說 你只看一次或者是你 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你看電影嗎 比如說好像母親 一個禮拜以後可能就 就不見了 你知道 你什麼時候還有辦法還有機會在電影院裡面看他 你可能只有在這種狀態底下 像教父這種老片 還有辦法在裡面看 那是因為他還要他夠紅啊 就是他還要夠經典 就是至少在口碑要夠好 你才有辦法再拉起來 對啊像是什麼那種 銀翼殺手好像在之前金馬銀展也有重開 也有重放 對啊 所以咯 這個其實是機會啦 就是如果你們有要 喜歡這種電影的話 嗯 然後你希望在電影院裡面再看到他 這是一個機會 的確我相信那個 他的確是針對非常少數的人 但是你知道那這些 你們這些少數人 其實要把握這機會 在高雄啊 這也不容易 以前很多銀展都放 重放片感覺起來好像台北比較容易有 台北台北支援大部分都在那邊 可是高雄這幾年就是慢慢弄上 我是覺得可能是跟區域發展平衡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慢慢 這幾年我看得出來啊 因為因為 市長就是就很想努力的發展 別不提啊 就是 別不提不只是那個什麼 放映這件事情啊 就連拍片的那個資源 其實感覺出來就是非常努力的 因為 像前幾年有港督嘛 對不對 然後 像 上上禮拜看的那個什麼 盜命師嗎 叫盜命師 我是這個禮拜看的啊 這個禮拜一看的啊 對盜命師其實也很明顯就是 感覺起來完全是那個什麼 南部支援 完全是南部支援投入嘛 身邊就是走路可以到場景就是 所以他是在高雄拍的喔 因為我沒有去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是不是在高雄 真的真的很多場景都在高雄拍的 那所以囉 就是我可以感覺出來就是那個什麼 地方資源投入 而且非常就是很很願意幫忙 要不然 真的是 要不然盜命師這種 都壓上去 要不然好啊 因為現在可以先 我就可以先跟你稍微 因為你自己看完盜命師也知道 這種片那個 除要不是那個 有投資源 要不然他怎麼拍得出來 真的 對啊 因為有些資源並不是說 你有資金 然後你有認識人就能夠用得了 因為 因為真的 那一整個是真的要靠整個城市 而且看完盜命師 我就覺得 因為那劇本其實不是 他不是熱門劇本 他其實是比較 他不是比較冷的片 那冷的片呢 既然還 場景還蠻算蠻多的 你就可知道就是說 這個當地其實應該有幫很多 去貨櫃啊 去船上啊 去船上啊 對啊 當然他也有小場景啊 教堂裡面 之類的 還在稻田裡面搭了一個那個 歌舍 很文青的歌舍 OK 這個下禮拜可以再聊 下禮拜可以聊 下禮拜上映啊 好啦 我們應該要聊點別的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 沒有我覺得他這部片還蠻 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前面一開始那個節奏 真的是 就是那個 你不是要下禮拜在聊嗎 真是的 我其實已經壓了很久 但是我不想要現在聊 因為我覺得現在聊沒什麼意思 就是 大家沒看嘛 或者是大家也沒關注嘛 對不對 對吧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其實我真心覺得李安搞不好 很適合拍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鋼彈系列也是個不錯的題材了 都是好題材耶 不試試看嗎